哈囉大家好我是Cynthi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想要來做一個IG的QA 因為一直拍Vlog你們可能也看膩了是吧 所以我前陣子在IG上面有問大家 欸有沒有對我什麼問題啊 結果收到的比我預想中還要多的問題 那我選了一些被問的頻率比較高 然後我以前可能還沒有特別回答過的 所以今天就當成跟大家傾向一下 然後這個是一個新的背景 然後你們有認出這個嗎 這個是我平常的餐桌 然後今天就覺得想換一個地方拍片 所以我就把它收進去了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吧 很多人問說我是怎麼進到現在的公司 然後為什麼會來香港 我的情況是從台灣的公司算是被調 或者是被外派到香港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要怎麼在香港找工作 其實我也是沒辦法回答你了 如果你想要直接找香港的工作 當然可能104啊 或者是香港比較常用的JobsDB都可以 但我個人覺得如果你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技能的話 那通常是從台灣的公司被外派到香港的公司 會比較容易一些 以上呢結論就是一切都是因緣際會 至於在台灣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 其實我也是用104 然後怎麼錄取的呢 可能要問一下我們老闆好不好 Rob 一個人到外地生活工作是什麼感覺 可能因為我之前有在國外念書的經驗 所以我一個人搬出家裡到外面住這件事情 我還蠻習慣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來香港當然語言跟文化習慣是 我剛開始算是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最 比較困難的部分 終究你會覺得啊 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我不屬於這個地方 雖然我很多香港朋友就說 其實你也不用廣東話啊 你只要會普通話跟英文 就可以香港生存下去了 我覺得對 你可以完全不講廣東話 也可以生存下去 可是我會覺得自己終究是一個局外人的這種感覺 就比較沒有歸屬感 這個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有體會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地方 非常非常久 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的文化跟生活 有這個感覺是很正常的 然後可能因為個性的關係吧 其實我還蠻享受一個人在外面 算是打拼的感覺 沒有說不愛我的家人 但我覺得這個更符合我嚮往的生活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說 我是一個很享受孤獨的人 對 打算以後留在香港還是台灣發展 或是有想去哪個國家嗎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想那麼多 我本來打算到香港就是一年 然後我就想要做別的事情了 但因為種種的原因嘛 包含有遇到像社會運動 或者是肺炎的關係 所以很多我本來心裡想的計畫 就是都暫停 或者是就是被打亂掉了 那現在的話我覺得我的狀態蠻好的 你發現我就是家裡東西越來越多 甚至我會覺得這個地方是我一個 一個小天地的感覺 有人問我說我在香港待多久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未來可能也要看 跟EAN的規劃是怎麼樣 然後也有想要回去念書的想法 但這一切都是很 很很很初階的一些東西 如果我人生有什麼重大的決定 我相信你們到時候也會從我的頻道看到的 對 但是我很想要去韓國住一陣子 我從以前就一直很想去念語學堂 但現在會覺得 如果只是有一點take a break 可能去兩個月三個月就是在那邊體驗一下 那邊的生活好像也蠻不錯的 好 再來是超級多人問我的 就是我在香港的租金跟薪水 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我的意願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比較私人 我就不會在影片裡面 這麼公開的跟大家講 加上因為我不是自由工作者 我是有跟公司 我們有簽雇佣合約嘛 那基於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然後讓我可以保有一些的職業道德 是這樣講嘛 但我可以說的是很多來香港工作的人 可能走的是金融業 那我的薪水絕對沒有他們那麼高 生活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因為另外我自己也有在做YouTube嘛 那因為YouTube也會有一些額外的收入 雖然就是沒有到很多 或者是職業很不穩定 但就是不無小補這樣 再來 好 好多很adulter的問題喔 有人問說 How do I spend a safe income? Any budget planning? 我今年其實算是有特別在注意我的財務狀況 前兩年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因為住家裡嘛 所以我的薪資基本上 都拿去像是社交 還有買機票去找EAN上面 就沒有在存什麼錢 那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現在是怎麼在規劃我的Finance 基本上我會把我的薪水分成三個大部分 第一個是固定開支 包含我的房租水電瓦斯 網路、手機、Spotify Spotify真的是我的命啊 另外有一些像是我剪片有時候需要的音樂 是從那種就是版權 音樂網站上面下載的 那那個我都有固定在付訂閱的費用 所以像是那種我就把它集合起來 我大概會抓一個數字說 我每個月的固定開銷就是這麼多 最後當然就是吃東西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比較常在家裡煮 所以我會比較抓大概我每個月的買菜錢 或是日用品的錢加一加大概是多少 在吃方面因為是直接關係到我的個人健康 所以我比較不會太吝嗇說去買好一點的蔬菜啊 或者是怎麼樣 但當然就是像零食糖果那些能省則省啦 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固定存款 這個部分當然是看每個人的收入狀況 那像我的話大概是抓大概15-20% 我是會固定存起來的 這個存款可能是未來有緊急使用 例如你要去看醫生 在香港看醫生真的超級貴 或者是你有要做一些比較大開銷的東西 之前存的錢就可以變成緊急挪用的資金 最後一個是你可以靈活使用的額度 那我大概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社交用的 例如說疫情過後可能會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喝酒我們去滑獨木舟或去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我都會把它當成是我社交的開銷 另外一部分就是去買我想要的衣服我想要的東西什麼的 那這個部分我沒有抓到非常死 就是說啊我就是只能花3000塊 啊我就只能花5000塊 我每買一次東西我就大概記在腦海裡說 OK好那我這個月的額度大概還剩下多少 那我就比較不容易會超值 我知道香港很多家庭都是有給家用的習慣 那在我家是比較沒有這樣子的要求 那我自從大學畢業出來工作之後 我通常是每年的過年都會包給我爸媽比較大的紅包 除了以上剛講的這些 我也有在想做一些比較小額的投資 因為理財這種東西就是你早學晚學終究要學的 除了開源跟節流之外 另外一塊就是投資嘛 但是投資一定有風險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已經有一小筆的存款 你可以提拨一點點先去試水溫 就是你的投資金額絕對不可以影響到你平常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那樣就是OK的 還有很多人會說 台灣跟香港的物價跟開支是不是真的差很多 我覺得就物價來說 香港一定是比台灣還要高很多的 例如說珍珠奶茶有時候可能要差到三倍四倍 真的是 很燙啦很燙 但是如果你說一些比較國際大品牌的東西 有時候在香港買其實會比台灣還要便宜 就連UNIQLO有的時候 他的東西都會比台灣便宜你知道嗎 那有人問我說怎麼handle在疫情下面的遠距離呢 這個我覺得就只能保持樂觀吧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也不是說我 或是他可以就是 病毒走開然後他就走開 不是這樣子嗎 我昨天才跟一言講說 我們很厲害 我們完全沒有見面已經到第六個月了 這個問題他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如果我認為你值得我等到疫情結束之後再見面 然後對方也是這樣子想的話 那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等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會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然後也會更珍惜在一起的時間 但是如果可能有一方受不了 然後變心了去找別人了 那我覺得也不用太留念啦 你知道嗎就不值得 再來這個是我自己很想回答的 就是如何去調配工作跟剪片的時間 大家現在應該也知道 我有算有兩份工作 一個是我平常的正職工作 然後一個是做YouTuber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聽過YouTuber講說 其實剪一支片沒有大家想像中 簡單要花十幾個小時啊 才能把一支影片完成 欸這個我必須給一個credit 就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的話不包含拍攝 可能後之前前後後加起來 至少也要七八個小時 因為我已經大概知道 我自己喜歡什麼樣子的節奏 我也有建立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的習慣 再加上我的影片其實沒有什麼特效 這就是為什麼我上片的頻率比較穩定 我現在的時間調配大概是 假日的時候拍片 然後平日晚上下班之後開始剪片 但因為現在we're from home嘛 所以如果我拍一些可能工作vlog 就只是我工作的時候會擺個相機在旁邊 吃飯的時候會拍一下 其他時間其實我都是還在做我平常的工作這樣 我的底線就是我的YouTube不可以影響到我平常的工作 雖然這兩種東西在執行上可能會有一點點overlap 但我自己心裡會有一把持 其實我必須要先把我的工作弄好 不能夠影響到就是我工作上面的夥伴 對 因為剪片需要時間嘛 我一天可能就睡六個小時 就累當然還是累啦 但是因為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也算是自虐 沒有啦樂在其中樂在其中 好人們說為什麼可以這麼自律 聽起來雖然很cringe但是我想要成為一個我想要成為的樣子 我不想要成為一個以後一直在後悔說怎麼當初沒有多做一點的人 所以有些習慣我能夠建立所以我跟自己講說如果我今天不做這個我以後可能會後悔 你懂嗎 啊這是我的朋友問的說有沒有後悔沒有成為舞者 老實說沒有 我會很想念過去跟我的朋友或是去跳舞的那段時間 跳舞的那段經歷其實影響了我這個人非常的多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體會到我熱愛一件事情是什麼感覺 但是在我心底我覺得我一直知道我不屬於這一條路 它是我喜歡的東西 可是我不是註定要走這條路 你懂我意思嗎 以前可能會但是現在不會覺得可惜 對我來說舞蹈它不是這麼狹窄的一條路 我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享受它 例如說我還是可以去上舞蹈課 或者是我拍片可以拍跟舞蹈相關的題材 這些都是如果我當初選擇了做職業舞者 我可能沒辦法體會到的快樂 接下來是一些快問快答 因為真的太多人問 但是我覺得有點Random 首先第一個我多高163 為什麼這麼clumsy 這一點我也很想知道 喜歡的香港食物 尖箱三寶 平常買什麼品牌的衣服 其實我一直還在找適合自己的風格 以前我比較常去像UNIQLO或是ZARA買 最近比較愛上一些比較有個性的網店 然後網購啦基本上 覺得自己漂亮嗎 我不覺得我的臉是大眾覺得的漂亮臉 也不醜 但是就是很普通 但是我很滿意現在的樣子 不用再更多也不用減少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最近剛看完的書 我最近剛剛看完 打打令的生活沒有變得更好 只是我們變得從容 然後我強力的推薦我身邊所有的朋友去看它 書裡面講的很多觀念吧 跟價值觀是我之前自己很Bother自己 我很建議大家可以去看那本書 希望對大家也有幫助 我現在正在看張希的 你走慢了我的時間 才剛開始 好我很喜歡張希的文字 所以 價值觀 最近有比較想分享的兩個價值觀 首先第一個是沒有人要義務負責你的人生 也不是特別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是最近很感慨 每個人生真的都是自己的 不要把你的人生交給別人去回答 因為 好 別人給你的是意見 但是你要自己內化成什麼樣子 跟你要不要實際去行動 這是兩回事 再來就是 Everyone in this world works based on their time zone 這句話大家應該聽過無數次了 不要跟別人比 現在的你就是走在你應該要走的路上 就算你現在是很頹廢的人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很頹廢的這段時間 你也不會變得更好 你懂我意思嗎 那目前的人生目標 最近的話 很現實的就是我想要多存一點錢 因為我會覺得 爸媽年紀也越來越大嘛 雖然他們沒有要我去養他 但我自己會覺得 想要有那個責任可以照顧他們 就等他們在更老的時候 然後另外當然也是 因為想要回去念書 雖然都還沒有想好去哪裡 也不知道學費多少錢 但如果要回去念的話 希望是可以自己去負擔學費啦 對 另外就是活在當下 對就希望 我把當下的每一個moment都活到最好 講到這個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 有個老師很愛講活在當下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才高中就不懂 我們都會私底下投笑說 又在活在當下 每次都在活在當下 但慢慢長大就會發現 越來越能體會這句話 所以 分享給大家 我感覺我已經講了非常的久 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我這個人 跟我的一些想法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吧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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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